为什么饭店做的炒鸡那么好吃 许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今天大厨就把饭店做法详细分享出来 首先我们准备蛋鸡一只 蛋鸡就是正在下蛋的小母鸡 这种鸡做出来肉吃起来比较香 用刀把鸡片成两半 然后剁成大一点的鸡块 显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让摊猪处理 剁好后放在盆中 下面准备点配料 洗净了蒜苔一把切成长段 切好后放在碗中 再准备青椒两个 去掉根之后切成滚刀块 下面准备大蒜一把切成两半 切好放在碗中 再准备大姜一块切成姜粒 切好和大蒜放在一起 下面准备一个白芷 这种大料炒鸡特别的香 碗中再加入一把花椒 再加入一把干辣椒段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下面开始烹饪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看到烧到锅底发红时候加入一勺新鸡 这样做以后炒鸡时候才不会粘 滑好的油倒在油肝中 下次滑油炸东西继续 锅内再加入少许食材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菜籽 倒入准备好的姜蒜大料 小火把姜蒜和大料炒出香味 切记不要开大火避免炒糊 然后倒入多好的鸡块 直接生炒 这个过程大概三分钟左右 一边炒一边翻 全程一直开小火 这样炒出来的鸡才不会发生 这样做能够去除鸡里面的腥味和意味 炒好后从锅面烹入适量的料酒 这时候转中火快速翻炒进去 再加入适量生抽酱 然后加入少许老抽调色 再翻炒五六七八下 把这个鸡块炒至上色 充分的挥发出酱油的酱香味 炒好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冒过鸡块就开了 下面加入三勺食用盐增加底味 然后把这个鸡块倒在高压锅中 盖上盖子 如果在锅里炖的话 大概要一个小时 用高压锅15分钟就可以搞定 高压锅上鸡后压15分钟 把压好的鸡块倒在锅里 这时候鸡块已经有8成熟左右 再加入鸡精两层 味精两层 白糖一勺提前中克咸味 然后开中火把这个鸡块受干汤汁 这个过程大概三分钟左右 出锅前倒入蒜苔和青椒 快速翻炒几下 把蒜苔和青椒炒至断心 炒好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庭版炒剂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虽然大厨不能陪你一生 但每天让你的胃满满登登